8月15号是波兰建军节 波兰政府当天在首都华沙举行了大型阅兵仪式 当地媒体报道称 这是波兰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阅兵 当天共有2000多名波兰和其他北约国家的士兵 200件军事装备以及92架飞机参加了阅兵式 近期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局势持续紧张 外界分析认为波兰在此时大秀肌肉 旨在展示其军事实力 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近日宣布 计划在与白俄罗斯接壤地带部署一万名军人 其中4000人将直接增援边境警卫队 其余6000人将作为预备队驻扎各自房区 这些有请大家下约 升与白俄罗斯接壳 我们先给危险满都随合 我们先给我们推荐 是